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身符 叫什么什么珠子呀 我不知道就是戴手腕有点像原来那佛珠似的 但我对国内情况不了解 咱们原来在先 说现在这东西可时髦 还有什么玉的 花几千块钱这个给石涛带了 后来我说你你怎么来你怎么去吧 你该拿哪儿拿哪儿去吧 他说这东西保命的 我说这东西要保命 说我花了好几千块钱保命的 我说那今天有钱的人财主的人都得不死 对吧 买个护身符买个什么结按钱多少算 那有钱的人都不能死啊 他还盖庙呢 盖庙就永远上天堂了 佛要也跟你这么个想法的话 我就突然想起来在西游记当中 有那么最后有结束是有那么一段 对吧 去佛经去了 上到看经书的这个问 看经的那个问这个这个取经的人 说你得得给点上贡 给贡给上贡给点钱 走点后门才能给你真经 要不然给你的是假经 那是为什么这么说呀 那不就是障眼法吗 那不就是说 人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去对待神佛吗 对不对 财主就永远就是他得上天堂了 傻到这份上傻臭了签 做人呢要明白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如果花钱都能买来的东西 花钱能买女人 那花钱能买佛法吗 就是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道理 都清楚 那也有朋友提到说 这个涛哥你能说说什么UFO啊 还有什么一些修炼的东西 那涛哥没资格在这说修炼的东西 我没这资格 这个我个人是仅仅是一个学习的 学习修炼的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修炼 你从石涛的节目当中 你知道石涛是石涛师傅是谁 你能找到真正的师傅 那找到真正的师傅 跟师傅修 我跟你一样 只不过我进了门了 那你呢可能还在寻找 所以这个咱说清楚 UFO另外空间的东西 我个人是承认的 但怎么来的 我个人 我就刚才说了 这些内容 牵扯到一些修炼的内容 石涛没资格回答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 法广的文章这么说 传刘志军案有五百万汇款流向了中组部 文章提的比较细节了 他说广州财经媒体的21世纪经济导报 在最新一篇报道成败 刘志军的评论中说 6月9号 刘志军的案子三个半小时草草结案 而大部分中国媒体被拒之门外 在刘志军案的庭审中 检方起诉刘志军 从86年开始 一直到2011年去职 大概前后受贿 6400万 我们跟大家讲过 又把一个清官干掉了 对吧 文章写得非常的清晰 他列出了一些具体数据 我觉得那些都问题不大了 就那么回事了 那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有关所谓的这个 刘向中组部的问题 文章里有这么一个说法 其中有500万是刘志军委托丁宇新 释出给中组部送钱 把某位原铁刀部副部长 跑成部长接替刘志军的而花的 据说这差点成为刘志军 后任的铁刀部的副部长 就是现在的胡亚东 目前在担任体制改革之后的 铁路总公司的副总 反过来说 中组部值500万 对吧 中组部值500万 那如果我说你买个什么 这几案胡春福花几千块钱 你就觉得不得了了 有人花几万块钱 那中组部就是神仙了 500万都没买下来 刘志军花500万买这官干嘛使呢 给自己找接班人 为了自己以后能够弄清楚 对吧 刘志军据说也挺明白 敢花钱 但是呢 他就爱女人 就爱玩这玩这手活 然后呢 想当官 对吧 所以他弄得挺挺明白 为什么玩女人呢 他他他就控制不了呗 对吧 就就偏这口呗 对不对 欲望 为什么想当官呢 欲望 所以他知道 要满足这两项的欲望 他就得花钱 钱满足了 其他人的欲望 而他有钱 铁道部老有钱了 反正也不是我们家的钱 所以我花钱 满足我的身体上的欲望 和精神上的欲望 这就是刘志军 所以刘志军这案子 弄来弄去判成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刘志军又是一个典型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高级干部 他的仕途就是今天 大部分中共高官 能够走到这一步的 每一个人的亲身经历 用钱 用国家的钱 买官 满足自己的身体上的欲望 和精神上的欲望 精神上的欲望就是权力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就这样了 对刘志军的判 这个做法 表现出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习近平 反贪反腐 雷声大 雨点小 真玩真的时候 他就知道一件事 或者说 他意识到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不瓦解这个体制 他根本动不了 但是如果当他保住这个体制的时候 那刘志军也就正正常常的被这么审 而已 斯诺登 前CIA的官员藏在了香港 把这个美国的事情呢 就给接出来 那现在呢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香港据说呢 中共的官方媒体说呢 要尊重香港的法律 是这么讲的 对他的事情 但是斯诺登的父亲说了几句话 我觉得挺有趣 挺有意思 而且值得思考 BBC这么说的 斯诺登藏在香港 父亲呼吁儿子 不要叛国 他讲说 斯诺登的父亲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 做了这样的表态 他讲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儿子泄露了有关信息 是悲哀的 但是美国政府的这种监控计划 是被批评 应该是被批评 紧接着讲说 我不希望他们来看我自己的电子邮件 如果我们因为恐怖主义 威胁而牺牲我们自由的话 恐怖主 恐怖分子就已经获胜了 所以这话就说得非常的直接 一个个体的人的自由 是不容侵犯 一个个体的人的权利 是不容侵犯 这个就是今天与中共体制本身的根本的差距 而作为斯诺登的父亲 他可以坦然的面对媒体 直接抨击美国社会 这就是美国政府 他可以用他的理由 去监控美国人的这个个人的资讯 但是他要承担的风险 就是美国人自己和美国媒体 有这样的权利 有这样的自由度 直接抨击他 直接否定他 听懂了 对吧 我觉得爱国主义的国内的愤青们 听懂这个中间的差距 他后来又说了一个特别的话 他呼吁目前藏在香港的儿子 接受司法审判 并表示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司法制度 我宁愿看到自己的儿子 在美国被囚禁 也不希望他在没有我们这样自由的国家 做着一个自由的人 那老爹蛮明白的 这个国家 香港主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手里 在国际法当中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 被他的父亲称为 这是一个没有自由的自由的人 我的儿子想这么做的话 我是认为是糊涂蛋 我觉得这就说给所有的分析生 说给所有的说 祖国还是有毛病 但还在发展中 我跟你说 石头50多了 石头穿开裆裤的时候 就是这么被教育的 共产党有毛病 但要对党有信心 然后从我穿开裆裤 一直到八九年 学生杀了 被杀了 开着坦克杀完之后 还说党会有毛病 但是相信他们 我只能说 谁还相信党 谁就是日本女孩 缺心言子 那幼女被强加 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BBC报道说 强奸多名幼女的河南官员 被执行死刑 经中国最高的法院核准 强奸猥亵多名幼女的 原中共河南省永城市 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新宫 18号被处劫 那他讲说2012年下半年连续强奸 猥亵幼女十多名 引起公愤 那他曾经提出上诉 但是维持原判 所以星期二已经把他干掉 那这样的事情呢 被干掉呢 我相信人们也就这么一听而已了 但是中共上的为什么要干掉呢 这个道理也挺简单 他只是个地方官员 而利用地方官员干这种事情本身来讲呢 他知道从哪个角度来讲 杀了他呢 对各方都有利 所以也就把他杀了 共产党人呢 就像来的这个朋友就说 说共产党最 最那个亡吧 人用了词啊 后子那边说啊 共产党最亡吧 共产党为什么最亡吧呢 他杀的都是自己的人 这是有点身份的人 两三天前跟石涛自己说的 共产党最亡吧 杀的都是自己的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朋友也为党 在做贡献的过程当中被咔嚓 我当时说的挺简单 我说你活该 为什么呢 在这个体制之下 你获利的时候 你高喊这个 共产党还是有好处的 共产党还是这个的 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把你干掉的时候 你就骂共产党就是罪亡吧 我说那你是谁 你就是助纣为虐 成这亡吧的那东西 因为你的利益受损了 所以你就这么说 你不是站在一个正常人的道义的角度 这么说 这就是你的悲哀 换句话说 是你的活该 可是反过来呢 又说呢 这是提醒你 你说对了一句话 共产党不是人 是王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